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7日星期六 在首都北京市 中国首都北京市突然发布一个新闻 说这个市要发布一个所谓突发事件应急总体预案 所以这个新闻发出来之后把北京市民吓了一跳 很多人都说要发生什么重大事情了 还有人说是不是五小时之后有重大事情发生 还有人说五小时之后难道要收复台湾了吗 还有人说五小时之后是不是要公布政变的新闻 因为由北京市新闻办所发布的北京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其中提到说如果发生突发性事件 要在两小时之内上报 上报所谓北京市应急办 或者是北京市委相关办公室 还说在五小时之内要向社会公众发布 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因为郑州大水 河南的人祸造成的压力 然后北京市做这个决定 但是考虑了北戴河正在北京不远处召开 在河北的北戴河召开 中共的高层和政治老人齐聚北戴河 会上是剑拔鲁张 互相攻防激烈 围绕20大的人事布局 而北京市在这个时候发布这个应急预警总体预案 应急总体预案就让人们狭想联翩 联想到北戴河要发生什么事情 北京市发布这个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其中提到突发事件 就说的是包括敏感事件 包括在特殊地区 还有是在敏感时期 或者说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所以定义很不详实 不知道什么事件算 是天灾人祸 还说是兵变政变 或者是民变 因为围绕北戴河 现在给人的感觉 北京市发布这个 因为北京市是习近平 习家军在那里安设的重点 目前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是习近平的亲信心腹 由浙江带上去的之江新军 她是兼任政治局委员 而北京市长是陈济宁 是清华邦 是由陈熙带过去的 陈熙在当工农兵学员的时候 跟习近平是清华大学同一个宿舍上下铺的同学 由于陈熙当了政治局委员 中组部长 就扶持他的另外一个同学 陈济宁当上了清华大学过来 当上了北京市长 也就是说习家军把持了首都北京市 由他们来发布这个消息 给人显觉 显得就不同寻常 如果说北戴河出事 有两种情况 一个情况就是 习近平提的方案被对方所否定 反习势力团派和政治老人所否定 习近平是否暗示他要发动政变 因为在北戴河会议之前 他就通过北京武警总队司令员李维杰发表文章 发出了政变的说法 说是要一切听习主席指挥 对习主席负责 让习主席放心 不提听党指挥 而且说要打破常规 并且说这个队伍要拉得出来 准备打仗 要拉得出 冲得上 打得赢 意思就是要政变 但反过来 习近平也担心 如果说他仅仅依靠北京的武警总队李维杰 这伙人帮他来政变的话 不一定成功 对方可能反击 因为现在中央警卫局 北京卫戍区 还有中部战区 或者说整个武警部队都靠不住 而解放军处于战区状态 也不见得能来帮他的忙 在紧要时刻 反习势力 团派和政治老人也可以调用其他的兵种来反击 因此北京市发布这个应急预案 既可能是配合习近平要发动政变 也可以说是要应对反习势力 针对习近平的政变 因为北戴河会议无外乎就是这两种情况 要么是习近平的意见占上风 要么是反习势力的意见占上风 就围绕20大的权力重组 权力布局 所以究竟要发生什么事 对政治知情的人来说都觉得高度敏感 绝对不是针对天灾人祸 而针对的就是现在的政局发展 另外 这件事情让北京市民联想到是否中美关系现在处于死磕状态 因为中共在任何时候都摆出一副跟美国死磕的架势 不仅是天津会谈 美国的副国务卿涉曼到了 而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和副外长谢峰 在跟社外的会谈的时候 给人的感觉完全不珍惜这次对话的机会 准备把中美关系彻底砸烂 这个谢峰甚至向美方开出了一系列的清单 要求美方纠错 而清单中有七条 头两条就是针对中共的既得利益 第一条是说美国必须无条件的撤销对中共党员和家属的入境签证限制 就是让中共党员和家属任意进出美国 不受限制 第二条 要求美国撤销对中共的领导人 官员和政府的制裁 这两项都在政府层面 都是官员 接下来 之后才谈到留学生 谈到企业 谈到孔子学院等等 就是中共向美国表达得很清楚 它的一党专政和一人独裁这种既得利益 优于一切 高于一切 美国必须容忍中共的既得利益 他们向美国转移家属 子女或者财产 美国不得阻挠 或者说中共的官员 领导人 政府在美国活动 让美国不得制裁 所以很明显就是说这一切高于中国的其他国家利益 民主利益和人民利益 另外一个死刻就表现在最近的多么峰会上 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言 依照联合国宪政国际人权准则批评 批评中共在新疆 西藏践踏人权 在香港砸烂 砸烂香港 砸烂一国两制之后 中共的外交部长王毅是唇枪射箭 当场反击 不仅是说美国在干涉内政 而且说美国以后对这个事情说一次 他就要反击一次 中共的官方媒体还总结说 关于香港问题 美国已经说了13次 似乎香港问题 美国或者国际社会说不得 不能说 不管中共在香港干什么 是港版国安法 还是追杀民主派 是砸烂香港 还是背弃中美联合声明 国际社会都不得出声 就直到让中共满意 然后中美关系才能够改善 而拜登政府提出的三条是说 竞争对抗和合作 中共一律不以承认 说竞争只是一个化缘陷阱 而合作只是权力之计 说对抗才是实质 因此也不同意中美之间设什么护栏 说就像美苏冷战时期 互相设计一些界限 以免死去控制 危害全球 中共的意思是说 必须按他的意思来 美国拜登政府必须符合中共的意志 然后中共才能够配合美国 否则的话 所有的这些护栏 或者是合作 或者是竞争都不存在 另外 中共还制定了一些政策 似乎要破坏他的跟川普政府达成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 因为他规定了一些行业只能够国产 这就是违背了他的入世 加入世界卫生贸易组织的承诺 也违背了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协定 也就是说给人的感觉准备跟美国把关系砸到底 而最近美国针对中共在南海 中英边界 台海的威胁 也做出了军事演习的回应 就是连续两场军事演习 美国跟英国 日本等广大 盟国的军事演习 还有美国单独举行的2021全球军事演习 中共是针锋相对 也组织了所谓大规模的军演 说这个军演覆盖的范围是10万平方公里在南海 也就是说你的规模大 我的规模也大 我们对着来 所以现在在新闻界 舆论界得出一个结论 说中共打算跟美国死磕 说在2022年 就是明年之前的 中美关系不可能改善 因为明年中共要召开二十大 习近平要显示他的强势 要掌握军权 以震慑党内的反习势力 反对的反习势力 就是他的政敌 美国明年有中期选举 所以民主党和拜登政府也不敢松懈 藉由美国的主流民意 两党共识都是反击共产中国 所以拜登政府不可能松懈 而习近平处于连任的考虑 也不能松懈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美的死磕可能会进入2023年 而有没有改善的契机都很难说 不仅没有改善的契机 战争随时可能开打 而双方都在动员 都在备战 包括北京市应急预案部分就可能针对中美之间 可能互相摊牌 可能会爆发的战争 另外中共不仅跟美国死磕 现在跟中国的民营企业 民间行业也在死磕 现在动不动就通过官方媒体 发布官方媒体的方式来影响民间企业的股份 最近中共的官方媒体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一会是针对游戏行业 一会是针对教育行业 一会是针对酒水行业 一会是针对奶粉行业 中共每发表一篇文章批评这些行业 这些行业的股价就大跌 不仅在上海 香港的股市大跌 就在美国的华尔街的股市的中概股 中国概念股都大跌 比如说前几天中共的中央级的报纸 经济参考报 据说是属于新华社名下的一个中央级报纸 发表一篇文章说电子游戏是精神鸦片 说毒害青少年 当然他可以这么说 本来是一家之言 说是精神鸦片是电子毒品 但是当天就导致了腾讯股市一下增加了4000多亿 一下增加了4000多亿 其他的电子产品都在大跌 因为腾讯有一个王者荣耀 说很多人喜欢玩 党媒党报就说有62%多的人在玩网上的游戏 所以有13.2%的人每天要玩两小时以上 还说玩王者游戏的青少年 说每天有的人达到8小时以上 听起来的确是危害 但是对腾讯 对游戏机是重大的打击 然后官方媒体又把矛头指向教育行业 说校外补习班必须停业 现在打击校外补习打击到什么程度 甚至到教室里直接抓教师 就像教师是反革命 是敌对势力 是异见人士一样 或者说境外势力的渗透 直接当做学生面抓走 就打算把整个的课外教学完全的扑杀 民办教育完全的停止 一切纳于党之下 纳于公办之下 另外又转到啤酒水 说很多癌症是来自于饮酒 问题是都知道饮酒有害 抽烟有害 而癌症来自于很多方面 如果你非要说任何一个行业的话 你都可以连上 你可以说工业要停止 因为工业污染带来癌症 也可以说农业有的化学品要停止 也可能带来癌症 很多的东西带来癌症 但是官方媒体抓住什么就是什么 结果就是这些行业股市暴跌 企业崩溃的边缘 所以现在发生了一个奇异的事情 就是民间企业苦不堪言 只要官方媒体一发 它的股份暴跌 然后股市蒸发 整个资产缩水 现在以至于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就是地方报社跟中央报社干起来了 就是香港在深圳有一个深圳商报 是属于深圳市委所下的一个报纸 他就反击经济参考报 说警惕媒体干涉股市 让股市崩盘 而经济参考报 水星滑涉是中央级的媒体 所以就当他得出了一个结论 说地方媒体跟中央媒体干起来了 这是一个罕见的现象 当然 由于中共的压力 结果深圳的商报又把这篇文章取下来了 但是影响已经造成了 也就是我们地方上 媒体对中央媒体实际上是地方政府 对中央政府就已经忍无可忍 这种蓄意破坏经济的做法对中国究竟有什么好处 它可以导致千百万人的失业 千百家的工厂或者企业的倒闭 现在中国的经济由于疫情的复燃 正在下挫 这样的情况只能说中国的经济雪上加霜 给人的感觉看来习近平和习政权根本不顾经济 这是美国政府对于习近平和习当局做出的一个判断 说习近平 习家军和习当局不在乎经济发展 只在乎政治发展 就是怎么样加强一党专政 怎么样加强个人独裁 在中概股暴跌的浪潮中再次得到了应验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中共倒打一旁 中共在中央级别的十大机构 包括中宣部 网信办 联合公安部 联合广电局 十大部门 发出一个通知 说要整对假新闻 说要封锁错误的信息 然后在全国进行整顿 不管是报纸 还是网站 还是媒体 设计媒体 全部纳入整顿范围 但是广大的网民哭笑不得 说你本来中宣部 网信办就是发布假新闻的总部 总司令部 居然你以发假新闻为主 为业 居然才整顿别人的假新闻 而且还拿出了刀把子来示威 就是你掌握了权力 掌握了刀把子 公安部要对人家下手 所以大家哭笑不得 因为民间不过就是反映一些真实的声音 或者是不同的声音 或者说有一些中央媒体掩饰的东西 就包括这次河南大水 河南的人祸 事实上 中共中央的十大部委发出的打击假新闻的口号 当然是贼喊捉贼 它其实有三重含义 第一重含义就是只准我播假新闻 你们不能播假新闻 第二重含义就是只准我播假新闻 不能你们播真新闻 第三重含义就是只准我们说话 不准你们说话 就是我是正也好 假也好 就是由党媒党报说了算 中央级的党媒党报说了算 而且要由中宣部网信办来鉴定 或许就是要主管议事形态的 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亲自来鉴定 而其他的人 你说的假的也好 真的也好 全部都算假的 都作废 都要消灭 都要把它消灭于萌养状态 或者是彻底当地一清 恐怕连古代的文字域走的都更远 甚至是十倍百倍的远 所以从各个行业来看 给人的感觉 从经济领域到媒体领域 甚至于到社会反应 包括说谨级状态 都在不仅是中共不仅跟美国时刻 甚至跟中国人民时刻 或者说习近平 习家军不仅跟党内的反习势力时刻 跟团派时刻 跟政治老人时刻 现在习近平 习家军也跟中华民族时刻 跟中国人民时刻 好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